今天早上,荣博居然土地区和各执法单位大约50人 到南巴山脚原住民聚集地 准备拆除被指侵占森林保留地的原住民房屋 当地居民与人民带义士高局看板抗议 要求政府不要拆除他们的房屋 双方将时大约一小时后终于达成协议 每一户家庭获得2500令吉赔偿金 之后,李亮亮载着居民和私人物品的罗里 也陆续离开被拆除的家园 到当局建立的地方或亲戚家落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